一口气看完一代女皇武则天传奇的一生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女皇帝 除此之外 他还是即位年龄最大和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 武则天于公元624年出生在一个官患之家 他是唐朝开国功臣武士约的次女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约在隋末年与唐高祖李渊相识 之后武士约也在李渊在太原起义返随时为他资助前务 也因此在唐朝建立之后 武士约被唐高祖封为应国公 但在武则天十二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便去世了 此后武则天便被唐兄弟等人欺负 不久之后武则天便跟随母亲回到了长安城生活 公元637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姓洛阳公时 他听闻十四岁的武则天十分冒昧 于是唐太宗便把他赵进宫并封为五品财人次号五媚 然而他进宫十二年都未曾得到李世民的宠爱 一直都是财人且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高 只不过在李世民病重的时候 他和太子李治产生了感情 两人秩序相投关系密切 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 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武则天按照公规和没有子女的嫔妃们 一起进入长安感业寺为一 但是武则天却并不愿意被禁锢 在寺庙中无为的度过一生 于是他也开始等待一个时机 很快这个时机就到了 也为遵佛教为国教的唐朝有一个规定 皇帝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到寺庙去进香祈福 于是唐高宗便选择了武则天所在的感业寺 当唐高宗进完香回房间休息的时候 武则天便端着茶水和糕点进了他的房间 唐高宗认出武则天之后两人互诉思念之情 这个时候的唐高宗也非常想将武则天接回宫内 但无奈他的校服期未满 而他也需要一个可以说服群臣以及后宫的理由 这也被因武子而失宠的王皇后看在眼里 因为这个时候的后宫有一位和王皇后一样 武子的萧淑妃十分得宠 王皇后心生极恨的同时 也想让武则天进宫打击萧淑妃 于是他主动提出将武则天接回宫内 而早有此役的唐高宗便当即应允 公元651年唐高宗的校服期满武则天便再次进宫 而这个时候的他也早已怀有身孕 于是他入宫没多久就生下了长子李红 并且迅速打败了萧淑妃获得了理智的宠爱 还被唐高宗封为二品招仪 据记载武则天在公元654年产下了长女安定公主 但在长女出生一月王皇后来看望之时 武则天见王皇后十分怜爱公主 于是他便趁王皇后离开且四下无人之时将公主掐死 之后又盖上被子掩饰 恰好这时唐高宗来到发现公主已经身亡之后 武则天便假意体负 这也使得理智产生了废王立武的打算 而当时的朝廷也是以长孙无忌和楚岁良为首的元老大臣势力强大 导致唐高宗理智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之后理智也在一众大臣的支持下 他以阴谋下毒的罪名将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废为庶人 并在半个月后举行了策立武则天为后的仪式 公元659年李智江长孙无忌 于智宁等人削职免官点出京师 这也使得李智基本上实现了君主集权 废王立武事件也改变了为晋南北朝以来的皇权不振的情况 公元660年唐高宗风急发作无法处理国家大事 于是他就让武则天代理朝政 但也就是这样使得两人开始出现矛盾 武则天在处理朝政时 他的野心也开始逐渐暴露 他不再是以自己的皇后身份去帮唐高宗处理政务 反而秘密培养自己的势力 并与朝中的达官贵族交好 这自然也被唐高宗发现了 于是在宰相上官已请求废后之时 他立即命起起草废后诏书 不过这件事很快就被武则天知道了 随即武则天便到唐高宗面前自诉 唐高宗心生联系 于是他不仅没有废后 还在理政之时让武则天垂怜以后 公元674年唐高宗李治称天皇武则天则称天后 之后武则天提出建言十二世皆被李治采纳并下诈施行 公元675年唐高宗的封炫症愈发严重 于是他便召集大臣商议想要善位给皇后 但是遭到了丞相好处郡的劝谏便只得作罢 武则天得之后便召集大批文人学士大量修书 同时让他们参决朝廷奏义以分割宰相的权利 公元683年唐高宗因封炫症家众去世享年56岁 唐高宗去世后太子李显即位视为唐中宗 而武则天则被尊为皇太后 公元684年唐中宗李显由于出言不逊被武则天废除为庐陵王 并立帝四子玉王李旦为帝视为唐瑞宗 武则天临朝称之 公元686年武则天在朝堂社同诡异鼓励百姓赏书言士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法严峻 但是他对于直言敢见的臣民却也十分敬重 他会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 即使建言的臣民言语有所冒犯 他也能够宽容不追究 在他统治时期也很少有人是因为执舰而获罪 也因此直言敢见在朝中蔚然成风 这使得下情德以上大 对于改革避正和促进政治清明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他登基称帝的条件已经成熟 便借佛僧法民之口广造舆论 之后更是导演了以唐瑞宗为首的六万臣民上表 劝尽情改国号的壮举 至此武则天登顶大宝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素愿 之后他便改唐为周字号圣神皇帝 而这个时候的武则天已经67岁了 武则天登基之后更加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公元692年武则天引荐存福士所举之人 不论对方是否闲鱼都全部提拔 并且授予各种官职进行试用 这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制度 士官制度 为了广懒人才 他还将随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完善及发展 武则天放手招贤的同时也允许自举为官或推荐为官 他还首创了由皇帝亲自考试的电视制度 和以军事才能为主的无举制度 为更多更广的发现人才和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这也有力地维护了王朝的统治 武则天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 他下令开发农田以增加粮食产量 同时他还规定能够使得农民家中有余粮的地方官可以升迁 反之则被贬官查办 也正因为这样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在抗击外来入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邻国关系等方面 武则天也做了很多努力 公元686年吐蕃进行入侵和骚扰并占领了安息四镇 武则天得之后便于公元692年派大将王孝杰率军出征西北 之后王孝杰大败吐蕃并收复安息四镇 随后也在秋辞设了安息都护府并且增兵三万 这也使得安息四镇从此安定再无尽烦 之后他又在亭州设置北亭都护府 巩固了西北边防的同时还将一度中断了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打通 在武则天在位的15年时间里 他坚持边疆守军屯田的政策 这即解决了军粮的供应问题 又有助于边区开发以及减轻人民传输的劳苦 对巩固边防有着积极的作用 除了人才农业抗与外敌等方面 武则天还非常重视对大臣以及人民进行理论指导 他召集文人学士先后转成玄来 古今内范 孝女等书 在书中对他的为政经验进行总结 并对臣民的行为规范进行劝导 在武则天的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这也为后世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公元696年74岁的武则天开始思考今后的皇位继承问题 而这个时候他的侄子也谋求为太子 这使得武则天左右为难 随后他在宰相敌人节的建议下将李显秘密接回洛阳 并在经过多方权衡之下决定将李显立为皇太子 武则天解决了继承人的问题后志得意满 再加上他的年龄增长 因此他也开始但欲响恶 公元705年元月武则天病重在迎仙宫卧床不起 而这个时候宰相张俭之等人带着禁军发动政变 冲入宫城并将武则天的面首杀害之后要求他退位 武则天也只能被迫地扇位于太子李显后喜剧上阳宫 李显复位后为武则天上尊号则天大胜皇帝 至此武则一朝结束 退位迁入上阳宫的武则天没有了精神之助 于是他的身体也很快就垮了下来 同年12月武则天在上阳宫并是享年82岁 武则天在临终之时异常清醒地立下遗嘱 让唐高宗只许为他立非不许立转 也因此他给世上只留下了一段传奇和一块无子碑 给天下宫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